请收看 汇率法师 佛学享座 安置三十的大的西方三圣或者是弥陀圣像 钉挂墙壁上 安置在桌子上面都可以 以不遞腰部为宜 佛像经典都不能遞腰部 诸位 你们啊 你们啊 回去啊 把佛教的资料都要放在上面的柜子 把世间的这些什么字典啊 你们读的科学物理化学啊 教科书 要放下面的下柜 上层是出事的 如果把佛经放到腰部以下 能走过去不小心 有罪过 放屁啊 那个有罪过 不小心啊 所以为什么表示恭敬要在腰部以上 腰部以上 记得佛像经典都要放在腰部以上 要恭恭敬敬的来 哦